高雄市議會第六次定期大會在今天上午拉開序幕 市長陳其邁在拜會各黨部的辦公室時 也隨心面臨了國慶日究竟要不要布置國旗的難題 其中國民黨籍的議員童彥珍就強調國慶日 就是要讓國旗飄揚 隨即是被市長以國民黨團辦公室 沒有擺設國旗來回敬 現場氣氛一度尷尬或腰味十足 今天是新會期的開議 高雄市議會第六次定期大會拉開序幕 市長陳其邁依照先行拜會各黨部辦公室 而國民黨籍議員童彥珍則閃閃來遲 一開口就針對國慶提出意見 似乎國旗飄揚才能展現愛國態度 不過愛何旁要不要布置國旗有待商榷 辦公室內國旗拜設隨即也被辦出來比較 辦公室桌上有放國旗 你看你們黨團沒有 其實市長講的可是有憑有據 早在半年前粉絲專業的照片背景 就可以看到兩隻旗幟擺在桌上 這才現場氣氛頓是尷尬 我們黨團立刻放國旗 市長放那我要去檢查 那多放幾面好嗎 不過即便國民黨團辦公室缺少國旗 當點綴樓上議長辦公室可早就準備好 也將國旗正常繼續延燒 我去國民黨要給他們開啦 我說我把我選擇 我國旗已經沒有啦 沒有啦 我都贏六加五 我都贏六加五 不知道我們議長是有 一直上一直都有 究竟國旗怎麼放才能陣線愛國心 恐怕再多都不夠 有著兩黨之戰在國旗中提前開打 記得田園和中紀委SNG小組高雄超播的